今天是台北市邢天公实施不烧香不拜公平的第一天 大多人都很配合只有在场这个合长拜拜 但还是有人不知道 一样带着水果到了邢天公才发现 今天开始不能够拜公平了 让他们有点傻眼 没有香炉没有供桌 邢天公的视觉空间变大了 也涌进更多民众来参与不拿香拜拜的第一次体验 我觉得还OK啦 所以跟着他们这样子的习惯走的话 其实还好 久了习惯就好像也还没有什么 邢天公改革第一天 信众开始习惯双手合十 以道德辛香取代献香 不过还是有民众带着大包小包的生鲜蔬果进来 才发现没有供桌可以放了 不知道今天 不知道啊 这些带来要怎么办 那就用手拍吧 我觉得只要先成就好了嘛 对 这些买人怎么办 还是一样啊 那我可以拿着拜一下啊 对 不能放在桌上只好拿在手上 民众觉得差别不大 有东西拿在手上拜 一样也有心意 不过外头摊商的生意可就真的差很大 没办啊 要怎么办也没办啊 生理呢 今天生理 生理就不做理了 只有这样而已 现在纯粹只有这样而已 孤零零的坐在信天公门外卖着玉兰花 和以往门体弱势的场景相比 这一天的生意真的已落千丈 请天公带头改变烧香拜拜习惯 摊商也得跟随潮流 变化自己的陌生之道